第二就是再跟大家讲清楚 人民力量内界的区议会选举的目的 或者我们的宗旨 其实是两个重点 第一就是我们希望可以在传统保皇党 建制派和传统泛民主派中间 再提出一个第三个选择 因为已经太久了 这个所谓的对立在区议会选择 香港市民会感觉到他们已经是越来越不满 也感觉很疲倦 第二就是我们要对所谓的泛民主派里面 在过去反对五区公投 以及通过了这个魏政改方案的政党 最主要就是民主党和民协 我们就是要透过和他们的竞争 就是区议会里面竞争 给选民有一个惩罚他们的机会 这两件事加起来就是我们所说的票债票上运动 这个是其中我们参与区议会选举的 其中一个重点 但是即使是这样 我们也会有不少的候选人 是会继续和传统的保皇党建制派 在区议会里面对立 这个一样是我们会有这方面的 而因为这样 我们会跟所谓泛民主派里面竞争的对手 主要就是刚才所说 是反对五区公投 以及支持政府政改方案的政党 就是民主党和民协 而其他的支持五区公投 以及反对政改方案的 譬如公民党或者其他的政党 我们是不会主动和他们在区议会上有任何的竞争的 但是再说一次 我们没有参与任何协调的运动 即是区议会协调的机制 我们也不贊成这个机制 基本上 所以有可能会有区上的会议会有商壮 我们可以再和这些 我们仍然当为盟友的泛民政党 会有一个可以相同 现在区议会里面有没有任何人数呢 打算排多少人 分布大约是 几多人会堪传统的保护派 哪些可能会变成最重要的民主派政策的政改方案 我们选举委员会 人民力量的选举委员会 就是礼拜日会开会的 开第二次会 这次会基本上会初步确认一些人选 包括你刚才问的那些 哪些是去和建制派选 哪些是和危民主派选 哪些是有把握有机会去胜算的 这些我们都会做一个初步的决定 我们每一区他们都会提一些候选人的名单 我们都会经过一个平选的 就是初选的机制 或者我们的恩选的机制 最后决定那个人选 那麽礼拜日之后可能就会比较清晰点 有没有其他问题 或者我再补充刚才我们主席讲的那样东西 就是票债票偿运动 就是我们接着会有一些文宣的 那我们的文宣会讲得很清楚 究竟为什麽会有一个这样的票债票偿运动 那刚才主席也都讲得很清楚的 其实我们主要就是 当然就是我们希望可以鼓励多些年青人去参加这个 区议会选举啦 就是作为历练啦 他未必一定要赢到的移植 但是这个过程是非常之重要的 那当然我们有一个新民主运动 票债票偿运动 这个票债票偿运动 主要就是要在传统泛民 和这个保皇党之间 这些单议席单票制 你只能够在二者选一的这种情况下 给多一个选择的选民 而通过这个新的选择呢 也都同时就可以呼吁那些选民 就是要去教训那些去年 反对五区公共支持政改方案的 泛民主派人士 就是这样加起来就叫做票债票偿 现在你们最流行用的就是追击 什么叫追击呢 其实是用错词的 追击的意思是为什么 突然间就杀到你 追击建制派 追击民主派 你没有预料我会来的 他就追击 查一下中文啊 那些事书词典啊 大哥 对不对 你也可以用那个追 追老婆那个追 都可以的 我追着你来击 也可以 那个追是忽然间的一种攻击 那个叫做你明白吗 但是我们不会将它 当然大家方便说明 就是说最激民主派 但是这个实际 就是我刚才所说的 我主席所说的那个 是不是 就是我要给选民多一个选择 就是等于台湾当年 或者现在都是非南即六 那为什么不让我有第三个选择呢 是不是 为什么不是投给国民党 就是投给民进党呢 同样的意义 是不是 是不是 现在我们就是要提出一种 叫做None of above 以上皆非的选择 再加上民主党民协 去年支持政改革国 是不是 我们觉得这个是违背 他们08年 那个立法会选举的承诺 和出卖选民 是不是 所以我们觉得 也都呼吁那些选民 特别是支持民主派的选民 在今次的区议会选举里面 用选票来惩罚这些人 还有这个追击这个说法都不妥 为什么是我们追击他呢 为什么不是他们追击我呢 就是好像他们 尤其是民主党和民协 好像代表了所谓民主派的政索 完全没有这种事 何况他们认为 他们已经出卖了整个香港的 反民主派的民主运动 其实有些选区 我们初步知道 我们去选的 他们都找人来选 是啊 那是不是叫他们追击我呢 那是不是他们是民建联B队呢 是不是 刚才主席讲得很清楚 你公民党40万年 他支持五区公投反对政改 虽然我们和他没有在区议会里面 有任何的协调 但是我们 如果有选区的地方 我们都希望可以和他们商讨 大家走一走 这个可以谈的 没问题的 那就不会刻意 有些选区 我们找些人去选 这个是 和我们那个票差票数的问题 但是关于这个传闻 就是如果有人去和他们选 就不能够入人民币数的 是的 现在这个报道有一个最可恥的地方 就是他假设如果到时有些所谓独立候选人 是吧 就是独立民主派那些 那他就当是我幕后黑手 你明白吗 就是苹果阴毒的地方是这里 是吧 所以我们一定要澄清 是吧 就是这个意思 是吧 那我都可以传闻 这个肥罗尼爱之病 传而已 虽然他否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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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问一下 你们对于范林 现在说参加特首选举 这件事情 怎样看 还有公民都有一起参加初选 那次有一点 叫做妥协 三个党 现在三个党 自称民主派的议员或者政党 参与这些小圈子选举的 那还要大挪大鼓 搞这个所谓初选运动 更加有点犯規 还要告诉人家 我一定会输紧的 我为了突显这个小圈子选举的不义 不用你突显吗 谁人都知道 是不是 这个最荒谬 他说唯一的理由就是 我明知输紧 但是我要突显小圈子选举的不义 那你07年梁家警市那一局 那他还要突显 就是说民意多数支持的人 没办法当选特首 那这个分分钟还会输的 是不是 你梁家杰的民意支持到 当初是低于曾蔭权 那你这个是不是自挖坟墓呢 当然如果你初选的结果是余若薇 那可能是另当别论 那我觉得那些初选机制 其愚蠢之处就是 如果你是余若薇 何俊仁、冯剑基 三个初选 我问一下这些房间 自己秘密投票 都是学余若薇的 大哥 初选真的 是不是 就是 我回答你这个 假设 但我们就一定会去踩场 是 这个肯定 这个是07年我们已经做的了 没错 那时候是轻姐和我们一起做的 是前线的轻姐和我们一起做的 是前线的轻姐和我们去这个 就是博纜馆 大哥 海陆空踩场 是 你问一下刘卉兄记不记得 是吧 好 那多谢各位新闻的朋友 谢谢 四条 谢谢大家